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鱼鼓、道琴等民间说唱 共同构成了荆州花鼓系的源头 过去沙湖眠着十年九不熟 穷无为了和民三三两年的走织起来 门前唱低花鼓 以后到一道活动的磨气和比较磨气 花的来着就走不形成了大一点的 就唱平的花鼓 又炒台 就这样活动这个时期 走不走向正规 通过后代这扩大的关系 这云就增多了 堂堂增多了 就有花莲 老僧 老丹 这个 武僧 甚至大戏 武打都登过来了 荆州花鼓系形成巨种后 流行于缅阳、天文、乾江、建里、汉川、金山等地 并逐渐推进临近的金门、江陵、映城、云梦、汉阳 及湘北和鄂东南等地 荆州花鼓系的声腔 具有江汉平原鲜明的地域特色 其主要声腔高腔 是在当地流行的薅草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戏曲声腔 它表现力丰富 音乐承载力强 善于表现多种人物的不同情绪 你呀 你去呀 每夜晚 我是淡水 风茶呀 起水枪名众端庄 在表现大派人物性格方面 具有独特艺术表现力 我的心意啊 有独特艺术表现大派人物性格方面 四平 四平 多富于跳跃境 一夜 一夜 花山 是 柳村 天天风云 一股人 还魂枪和打罗还魂枪 多反映悲痛之至的情绪 小调则更多的 具有一番出神入化的艺术色彩 其战花墙摘花吊绣荷包等 均是广为流传 快智人口的代表曲目 荆州花鼓戏积乐牌子 来源于江汉平原的民间锣鼓 1956年 缅阳花鼓剧团引进伴奏音乐 由一人打甲手改为四人打折手 用二鼓板鼓琵琶等乐器伴奏 使荆州花鼓戏步入私弦时期 同时 荆州花鼓戏的摘花 代彩 摇碗 打嗝 死言等表演绝技 在我国戏剧界也独树一致 在荆州文化俯育下形成和发展的荆州花鼓戏 经过近两百年的演进 在荆州民间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与同储本土的汉剧 储剧 以至于京剧 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戏曲史 中国音乐史 以及荆州民间文化艺术史 植根于江汉平原的花鼓戏 伴随着人民的生活劳动而成长 成为广大观众精神文化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听了花鼓子U.I.U. 害病不吃药 一天不听花鼓戏 整天干活无力气等乡村里语 均意说明了花鼓戏 已经融入到了人民的血液之中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花鼓戏必将为塑造城市灵魂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广大观众艺术素质 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新做花鼓 好学就是远生态保留的比较多 你的草根性子留的比较多 这可是个贪了不起的场局 所以说你的群众的风格 非常明显 非常童趣 非常浓厚 也就是说你们保留了 荆州 这个江汉庭园园 它的民间民生的东西 操控味道 荆州花鼓戏和其他剧种一样 有过辉煌与鼎镇 这种势头集中呈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 当时 全省七个专业花鼓剧团 就有五个专业剧团 创作演出的八台大戏 八上北京获大奖 且民间花鼓剧团 遍及江汉平原城乡 1982年 仙桃花鼓剧团创作现代戏 向老三昭旭 在全省创作会演中 获演出一等奖 同年由湖北电视台 拍成电视剧 并于1988年 受中央雇委和文化部邀请 进京演出 受到王平 王任仲等领导接见 同时 仙桃花鼓剧团 常年扎根农村 为广大农村观众 提供丰富的文化食粮 梦前受现代 各种新型文化形式的冲击 经济花鼓剧的市场越来越小 专业院团由于经济状况 不很景气 有的转行 改行 特别多 梦前我们全身来讲 有七支专业花鼓剧团 有三到四个基本的名称师王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轻缓不绝 创作人才 表演人才 原来越少 由于这个巨坛 现在人才也流失 我想 为各个部门 政府部门 有关部门 对我们的这个花鼓剧 事业来支持 挽救 多支持我们把我们巨坛的复制起来 近年来 仙桃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 京州花鼓系的抢救保护工作 成立了以文化部门牵头的工作专班 并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 2008年 成立保护机构 全面开展普查 进行音乐遗产的挖掘整理 对花鼓系不同时期 名老艺人留下的名段 进行音像配 2009年 收集整理传统剧目 录制京州花鼓系VCD光碟 开办花鼓系培训班 培养后卫人才 2010年 成立花鼓系研究机构 切实做好地方系的保护 传承创新工作 2011年 举办京州花鼓系艺术节 让演员学习交流 提高艺术水准 2012年 出台措施 强化市场调研 强化组织领导 强化舆论宣传 掀起花鼓系艺术繁荣 新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